佛光宝宝 可爱的佛光宝宝在家长的呵护下接受祝福 佛光神奇乐寺举办的佛光宝宝祝福礼活动 吸引了众多的亲子家庭参与 很开心今天可以参加 可以让他们在未来平安长大 可以越来越好 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佟子伟及民政处处长张云祥 都亲自出席 共同见证这场温馨动人的盛事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佛光山极乐室 看到这么多小朋友来报名参加 我们这个佛光宝宝的一个活动 给这个我们住持庙章法师来加持 这个我们平安健康 在这边恭喜所有的家长 因为你们也幸运 可以有这样的活动 可以这样参加 那也谢谢极乐室 前阵子才得到内政部 给你最好的公庙的奖项 我们是不是也给极乐是一个热烈的掌声 好不好 十分钟心底 为宝宝们祈福 更在传承跨世代的文化与信仰上 展现新生命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意义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